哇 哈哈哈哈 呀 嗯 Hello 大家好 我是無鎮司機艾瑪君 歡迎收看本期《平安經結緣指南》 今天將為大家隆重介紹 《平安經婚介所》的扛把子 圓結神 圓結神顧名思義就是地結因緣的神 神的力量來自於人們的信仰 如果人們相信因緣、渴望因緣 圓結神就會香火旺盛 但若人們不再相信愛情 那圓結神必然也會門庭凋敝 我們的主角就是這樣一位幾乎已經斷了香火的圓結神 可他不甘心就此沒落 他始終堅信人間有真情人間有真愛 在一次途經京都的時候 他見到了一位躺在雪地中的老婆婆 老婆婆被一位拾荒的老者救齒 但以神志恍惚 不知是心傷還是救質 在老爺爺的細心照料下 婆婆的身體日趨好轉 就和所有愛情故事裡講的一樣 兩人毫無懸念地日久生情了 但是這段黃昏戀遭到了老爺爺家人的反對 為了不讓老爺爺困擾 老奶奶獨自理智 但俗話說得好 戀愛使人年輕 戀愛使人勇敢 老爺爺並不打算就此妥協 他離家而去 一定要把老婆婆給追回來 看到這一幕 圓結神震驚了 他從沒料想到 在這對年邁的老人身上 竟能看到如此頑強的紅線 他重新燃起了結緣的熱情 是要守住這份姻緣 那到底是 圓結神在幫這對老爺爺老奶奶 還是老爺爺老奶奶幫圓結神 恐怕兩者都是吧 遊戲中的圓結神 大家已經看到了 是一位元氣少女的形象 感覺有點虎 有種我的妹妹不可能那麼可愛的感覺 那麼就有朋友問我 這符不符合傳說中圓結神的造型 對不起 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了 因為圓結神並不是一個具體的神的姓名 他指的是他的業務範圍 就好比說我們中國的財神應該長啥樣 可以是趙公民也可以是關雲長 並不是唯一的版本 所以圓結神不管設置成怎樣 男女老少都可以 哪怕你跟我說那隻貓才是本體 也是合理的 但是陰陽勢中的圓結神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設定 他是一位香火不治 快要混不下去了的圓結神 沒有像樣的神社供奉他 所以他把燈籠神龕什麼的道具 全都背在身上 移動半鍋 這些元素只是為了配合遊戲劇情 很多網友以為圓結神是一個破爛神 其實並不是 他背的那些東西都是有彩蛋的 那這些梗是什麼 之後的神秘環節會為大家解答 下面我從傳統習俗的角度和大家聊聊 圓結神是一位怎樣的神 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印象應該是 不就是管因緣的嗎 並不完全正確 並不是所有單身狗都可以找圓結神幫忙 很多人他是幫不了的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遊戲中的《世神傳記3》中 有這樣幾句信徒的祈願 我想念你卻在心底說不出口 想跟你永遠在一起 就算未來日子會很苦 只要有你在就足夠了 拜託啊圓結神 我真的好喜歡他 好喜歡他 請保佑他能注意到我吧 我配不上他 但是為了他 我願意變成更好的自己 這些願望有一個共同點 都是有明確目標的 都是心有所屬的人使得願 他們只是希望有人幫忙牽線 這時候就可以找圓結神 但如果你連目標都沒有 你只是希望那個他早點出現 啊什麼我的人人 他在多遠的未來 對不起 這事不歸圓結神管 嗯 我可以順帶補充一下 對於那些連目標都沒有 卻渴望因緣的朋友 你們需要的不是圓結 而是良緣恥願 會有良緣地造之類的別的神 專門管這事 這是隔壁部門管的 出門左管 反正圓結神不管 圓結神幫不了心無所屬的人 相信很多朋友 一定對這次的心事神 他的造型 他的故事 他的智能 有很多疑問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了 兩位專業人士 兩位真正的大腦 全宇宙最有資格回答這些問題的人 來回答這些問題 我要去召喚他們了 從褲兜裡掏個東西 登登登登 好我們已經連上線了 今天非常榮幸地請到了參與 圓結神設置的兩位策劃大人 滴滴魚和葉野 請兩位策劃先為大家做一個自我介紹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陰陽師打達策劃滴滴魚 主要負責這一次圓結神的技能設計 以及製作更進 大家好 我是班專的策劃葉野 這次主要負責了圓結神最開始的美虛概念 還有圓結神的人設和他的部分文案 好好我們現在正式進入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們通過這次C制可以看到 圓結神的人設和之前的很多不大一樣 它不是那種神鬼大戰 而是一個比較接地吃的一個戀愛劇情 而且是黃昏戀 所以我想問一下葉野 這是基於一種怎樣的設計理念 怎樣想到去設計這樣一段故事 是神的話主要是之前我旅行去到過一個叫冰川神社的地方 那個也是日本一個保佑良緣著成的神社 會馬架上有許多那種求姻緣的流言 這個神社雖然不是很大也不是很精力輝煌 但是特別有那種香火人情的氣息 當時就想著平安世界其實也可以出現一個就是保佑姻緣相關的神明 靈陽師大人可以將自己內心對於姻緣的那種體驗訴說給她聽 在構思圓結神的人設的時候 大家想要把自己戀愛的心情訴說給跟自己很親近的人 所以我是想讓她的人設和她的性格更加接地切一些 然後構想圓結神的人設的時候 就在CP粉女孩的身上找了很多靈感 那麼圓結神的這個性格 它是如何體現在技能設置上的嗎 這個問題我們請智能策劃滴滴與回答一下 其實是有的 我們其實在做世神之前 有非常看重的一點就是這個世神的背景故事 世神的人設 然後我們會圍繞這個為起點 進行相關的一個智能機制的設計 之前沒有提到的就是圓結神的一些設定 就比如說它四處抽錢修繕自己的神社 以及通過為他人結緣然後可以恢復自己的神意這類的設定 然後我們大概給它設計成了現在這樣一種局類成長的一個角色 就是圓結神肯定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結緣的機制的設計 討論了大概有十幾版可能開了四五次會了吧 然後或多或少都覺得那一種 之前討論的方面都有一些OOC 最終定下來就是現在這樣一版 就讓每個隊友都會隨機獲得一份緣分 如果和之前一位相同的話 那麼這個緣分就會達成 圓結神也就會非常開心非常高興地動大跳起來 然後在隊友頭上炸出來一個圓達成的小禮花 有這樣一個機制了 然後可能數字就下來了吧 就比如說他結緣成功了 圓結神會獻上一點鬼火作為結緣助詞 隊友一直結緣失敗的話 像圓結神這樣一個火寶一樣的角色 他其實也是會非常著急 也會想辦法會促成這一段緣分 就出他省位把別人推逃趕走 讓那個隊友可以更好的結緣 並且下一段緣分不能成也得給我成 可以看出這次圓結神的技能綜合性很強 是一個非常全面的輔助事實 那麼請策劃大人親自指點一下 他在遊戲中有哪些實際的就業崗位 親自指點應該算不上 但是圓結神作為目前遊戲當中 我們設計的最強的增傷的奶輔 相信未來應該會活躍在各種長線的 或者高壓的PVE活動當中 比如說超鬼王 對超鬼王 平時的風魔之石之類的 因為他40%的增傷效果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就相當於全隊多了一個無條件的迫勢 那麼輸出肯定就會有一個質變 這一次已經有不少玩家開發出來了 相當多的一些套路吧 是有一個降低門檻的 提高輸出的一個優衣的表現 然後PVP方面的話 因為他結緣機制 需要友方行動回合才能進行判定 所以你需要搭配一個高機動性的隊友 然後才會大大提升 整個隊伍的一個能力 然後而且他共火加推桃加奶 這個技能組合 然後也使他完美的人物 牽手推拉隊的一個套餐 而且像他的增傷和再去前緣 也能讓原本緩慢的戰職去迅速的結束 如果說去推薦具體的隊友的話 其實在當前環境下 我覺得 他與為隊伍提供機動性的聯誘 標情是雲外鏡 就讓這樣的拉條式神能表現出來 非常不錯的一個像性 他本身的共火能力其實是有限的 然後如果想在PVP當中用他 要么隊伍多帶幾個招財貓 或者就是得搭配一下天井下降 這樣的一個不是專一共火類型的 這樣的一個式神吧 說到共火能力 PVP當中也是註定要搭配聚夜神 這樣子的一個有火隊伍 或者說你是無火隊 你是黎吞吞隊 你也可以戴上他 作為最後一塊拼圖 也是完全OK的 從前看到非常優勢的隊友 就比如說是鬼王九層童子 因為他們有雙重增傷 可以讓隊伍原本暴力的內容輸出 讓那個黑鏡抹黑插機 能更加暴力 在鬥氣當中 為了追求更加穩定的結緣 你也可以給他隊伍裡面 塞一些控制類式神 像那個孟婆呀小松丸呀 日旅四十的預言波惹這一種 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然後當然更多玩法攻略 還需要大家去發掘去使用 大家聽到了嗎 真的是一位綜合性非常強的士神 剛才那段話要拿筆記本記下來 是策劃大人親自說的 最後我們聊一些小八卦吧 我發現元節神的造型 背後有一個背包 背包裡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 有很多是宗教用品 有些我都認不出來 所以想請頁也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有哪些道具是有特殊含義的 其實之前元節神有一個外號 是說破爛的神 這個外號是根據第一眼看到他的形象去 看到他那個背包去提煉的 但是他那個背包裡的東西其實不是破爛 反而是對他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元節神他每次幫別人結圓成功後 他都會用神力製作一份這個姻緣的紀念品 去珍藏在自己的包裹中 依然是大人們可以在他的令會上看到很多隱藏的彩蛋 就比如說那隻小黑貓其實是元節神在幫助爺爺奶奶結圓時 化作的貓咪然後放在自己包裹中 咱也是幫活動劇情裡面的隻子突出再去前沿時 成績散下的那個信物 當時做這個設定的時候是想到我們現實生活中 其實每一個物品背後他都也許有一段故事 就算再就再醜也不想扔掉 我們想留住的其實是那段回不去的時光 所以元節神把他們都帶在身上一起去旅行 去見證更多的姻緣 就是我個人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元節神他作為一隻地結姻緣的神 如果說僅僅是作為戰鬥單位來使用 我覺得有些可惜 我很好奇他的出現會不會影響遊戲機制 或者就是遊戲本身的一個資本的系統 會開放一些新功能 比如說玩家結婚功能 玩家結婚可能不太好 因為這個畫面就是都是親民和親民結婚 在屏幕上 那麼他比如說什麼世神配對功能 會有這些對遊戲的資本功能產生影響嗎 或者說產生改變 目前來說的話應該是沒有相關的規劃 但是當未來可能會出現與因緣 與緣分相關的與羈絆相關的東西的時候 元節神可能就會成為一個非常適合的一個選擇 然後去影響這些系統或者說玩法的設計吧 就好像 對就比如說2月14號 然後我們每次七夕會傳 會有那些什麼結婚小指貨 然後未來可能就是元節神的小紅結啊之類的相關的 當然這也只是我個人對我個人那個說法 然後具體來說 那個肯定還是得看那個相關策劃有沒有相關的一些腦洞吧 就相當於是有可能會像青蛙瓷器一樣定期出現 對吧 我能這樣理解嗎 對可以這樣理解 但是也只是可能吧 因為我只是我一家之言 對 這裡我們也注意到之前的 在劇情中元節神之前總是亂牽紅線嘛 但是他現在會變得慎重的對待每一段緣分 那麼在劇情設計中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呢 就是是什麼促使他產生了這樣的轉變 就仁仁在高天元時期的元節神其實比較機靈活潑 很會打小算盤 然後對姻緣也充滿著使命感和真誠 但是他離開高天元後需要有自己不出神力 途中又遇到了很多的人情冷暖 他迷茫過也麻木過 但是他那段時間就是性格就會巨變 十分的低沉寡言 甚至他為了恢復神力 強行將本來有姻緣的人提前連結 然後這樣的結果就會導致 可能會有一些感情還沒有到時候 但是因為提前連結了 會破壞掉這段感情一些美好的經歷 然後最終元節神 他在爺爺奶奶等一系列的事件後 當他明白了真正的姻緣 找回了曾經的信念 緣分是那種折磨不透藏求不得的 當放下執念的時候 也許緣分才會悄然而至 之後他就願意跟生活和解 跟自己和解 然後去下立決心 保護好每一段 每一段命中注定的姻緣 現在我們看到 袁結神其實是他已經 從那段時間走過來的 然後他又恢復了以往的朝氣恐怖 但是活潑之下 他有一顆更成熟的心 他想要活得自在一點 平時結結姻緣啊 賣一賣畫策 然後癢癢貓 如果說監獄機的成長是 他從一個活潑天真浪漫 不知天高地高的小孩 到一個成熟穩壯 懂得去守護別人的妖怪 那袁結神他就是一個 經歷過一切 但是願意從第一層再次揚光 願意去跟生活和解 去樂觀面對生活的一個景色 所以人類的感情和姻緣 其實會對袁結神的神力也好 性格也好 產生很大的影響 是這樣嗎 同線連結之後 兩者會結下姻緣 結下姻緣已經是 共度一生同生共死的 但是人心一變 每段姻緣終結之後 袁結神的力量就會削弱 但是驕傲的袁結神 決定帶著他的小神社和全國家當 就他的那些紀念信物去旅行 服装帮人们结姻缘来恢复神力 脖子上的小神社 其实可以随时变大让他居住 他的包裹里也都是 他存的那种各种姻缘纪念品 杂七杂八都有 他可以从那种不见底的口袋里 拿出各种意想不到的东西 有点像哆啦A梦的口袋 我补充一点 其实《不知火》和《入恋式》的动画里 都有埋元节神的彩蛋 当时就已经有要做元节神了吗 当时是有规划 然后因为元节神《不知火》和《入恋式》 是一个动画公司在做的 因为跟他们的合作和交流比较多 就已经有预埋彩蛋了 我这里提示一点 大家还记得动画里面 《入恋式》送给《知雪》的一个戒指 那个戒指是一个红色的绳结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元节神 衣服上的绳结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预埋的彩蛋 就比如说《白藏主》的CG里面 秦明送给过白藏主一个又红线细致的铃铛 也是一个彩蛋 所以《白藏主》都跟元节神有关系 没有 是秦明 秦明 在《鬼童玩》的剧情里面 他的老师贺帽忠行 不是送给他过一根红线吗 然后那其实是在元节神的神社里面 求到的那种父子之情的一个红线 然后他给贺帽宝线和秦明也各一人一条 秦明那条带着铃铛的 就是他后来在CG里送给白藏主的那一个 宝线的那个其实送给了一个 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一个算是谋物 也不知道算是邪物 就是一吹 一吹 他后续也会跟一吹有一些剧情 《赫马宝线》跟一吹有剧情 反正不管谁跟一吹有剧情 你反正准备好自己的肝就可以了 好 非常感谢两位策划大人 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和我进行这次连线 也希望疫情早日过时 我们有智慧可以面对面的交流 我非常想尝一下爷爷泡的茶 好 两位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只有反应过来的那首歌 但是 那首歌是什么歌呀 我怎么觉得像周杰伦的 对 那时候周杰伦的歌叫爷爷泡的茶 叫爷爷泡的茶 我应该周杰伦的歌都听过 但居然没有听过这个 我只知道听妈妈的话 对 你去搜一下爷爷泡的茶 这个名字真的很占人便宜 对 你比我更加会占别人便宜 我只是自称阿玛 你先越野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策划大人 最后由我来结尾 其实 圆节这个词 在日语中并不是单指男女之情 当然男男之情女女之情也OK 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想表达的是 它是可以泛指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知办的 家庭关系 校园关系 社会关系 全都包括在内 我们和生活中相识的每一个人 实时全都连着线了 那么面对这一段段错综复杂的人质关系 这一根根理不清的红线 现实中可能没有圆节神会为我们去守护它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自己去守护 我们要重视生活中的每一段感情 孝敬父母 尊重长辈 团结同学同事 以礼待人 好 今天的特别节目 平安金结缘指南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是什么 下次可能是平安金分手指南吧 请不客气 就是之前 按马不是做过一个视频 啊 天哪 你有关注我 我好害羞 我脸都红了 你们看到没有 我从16年就关注你了 啊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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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羞愧 羞愧难当 你知道吗 每一次都追根好吗 我一直都追根 啊 天哪 天哪 真的 看来我有智慧喝了 就喜欢看你瞎毒奶 然后又奶不中 是这样的 实时我所掌握的资料 还不如那些经常去上NZ的那些玩家多吗 我记得就是 我记得是 就你发了视频 有同事就第一时间跟我说 哎呀 你看 阿玛看元节神了 然后又没有猜对 嗯